2016浪情決戰法網明日之星選拔賽開打 來自台灣各地13歲以下的網球女將 在紅土地上全力揮擊 身為第三種子的楊雅依 2014年就參加過浪情選拔 可惜玉賽首輪就被淘汰 相關一年後再度挑戰 除了球鋒變得更加強悍 還有月初台積之友杯網球精英賽冠軍加持 總算如願闖進四強 前年的對手比我大的兩歲或三歲 然後今年的大部分都跟我一樣 所以比較有機會 爸爸跟我說放開打我才比較放開 所以打得比較好 至於來自高雄名字國小的李云轩 其實是台灣網球一姐 謝淑薇哥哥謝正瑩的子弟兵 首度參賽他就以2比1盤數 立刻第四種子王云林 以黑馬直資晉級令人驚艷 如果能贏的話 我希望我自己能再更進步 我就只是希望闖入四強 我希望能拿到一個好成績 然後我也很感謝教練能教我這些 浪秦明日之星選拔培育國內網球種子不以餘力 每年台灣去的冠軍將能前往法國參加訓練營 並且跟世界好手切磋 今年女子組在實力相當平均的情況下 又是誰能脫穎而出 30號的未來體育新聞幫你揭曉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我愛你